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好 我是你的Alogay顧問蘋果爸 今天很高興來跟各位講解角度標注的範例教學 我今天會說明兩大技巧 第一個是標注形式的設定 包含具體指令的分享 第二個是動態讀怪的操作 好 我們第一步先畫個圓 C畫圓 半徑我給25 給了畫線 我先畫一條零度的線 那再用側點旋轉 我產生其他的線段 RO 輸入C Enter 就可以直接做點選了 點選 OK 沒問題 完成基礎圖形 第二步我們來做 標注形式的修改 輸入D 按下Enter 開啟標注形式管理員選擇修改 好 我們要修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線頁籤這個地方 請你抑制我們的標注線 再來抑制我們的延伸線 就是標顯示 好 到文字的葉籤 這邊 垂直位置呢 選擇置中 好 那檢視方向呢 好 右左支OK 水平位置呢 在延伸線二號的上方 偏移呢 給它0 再來因為我們要角度標注呢 記得 預測呢 它是沒有開啟小數點 這邊記得做開啟 我開啟一位 那分隔不怕我使用點 小數點 不要用逗點 好 這是預設值啊 確定 好 完成之後呢 好 再來呢 我們完成第一個角度的標注 Enter 然後角度頂點 點選 然後給第一個端點 好 第一個端點 再來決定我們文字的位置 好 這邊都點選就可以了 OK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再來使用聚集快速完成 好 那我Ctrl鍵加3 開啟我們的工具選項版 你可以到我們的指令頁 這邊就有一個範例的表示式 好 那我這邊按下右鍵做複製 再按右鍵做貼上 按右鍵選擇性質給名稱 我這邊選擇 輸入角度標注 名稱你自訂了 這邊先展示 然後將我的聚集呢 做貼上 這邊聚集 Ctrl B貼上 按下確定 就完成啦 然後再來直接做點選 OK 那我已經把 剛剛的動作呢 把它寫成一個指令嘛 你只需要點選 點選去完成 點選 點選完成 好 那因為它的標注特性 它有時候會在裡面 OK 沒問題 好 M移動的時候呢 它也會跑來跑去啦 因為它是標注的特性 好 你只要 如果你覺得它在外面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它就變成垂直方向 也可以 可以自己在試後做調整 OK 這是關於標注的方法 好 OK 這是我們標注形式的 角度標注範例 來 我們這邊請試一下 好 接下來來跟各位說明 動態圖塊的操作 好 我們先輸入 B1 開啟我們的編輯圖塊定義對不對 好 這邊是空的 你可以給個名稱 按確定 它就會直接進來我們的圖塊變成器的空間 好 那我直接畫線 L畫線 0.0 給方向輸入距離 輸入30 好 畫完一條線之後呢 我還來插入功能變數 選擇插入功能變數 我使用 我們的類型名稱呢 選擇物件 好 這邊有個按鈕 選擇物件 選擇線 我要截取它的角度 那其他格式呢 我再自尾加入一個度數的符號 藍筆 藍筆 低 按下確定 好 這邊按確定 那插入呢 我的對陣點 我使用正中 MC Enter 好 抓到端點 完成 那現在我的功能變數跟線呢 要做一個約束 選擇約束呢 這邊有個重合 先選擇線 再選擇我的功能變數 Enter 他們重合之後呢 OK 沒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參數 我會賦予它兩個參數的 第一個呢 是線性參數 因為我讓我的文字呢 可以做拉伸 好 端點到端點 選擇參數呢 按下右鍵 選擇性值 測點數目呢 跟它設定為一個 好 關掉 再來 有參數之後要加動作 動作 我這邊使用拉伸的動作 先選擇參數 好 第一點 點選 再給框架 再來呢 做一個選取物件 那記得這個 功能變數呢 不要被選取 輸入R Enter 移除物件 OK Enter 再來第二個參數 我們給它旋轉參數 因為我們是要角度標準 對不對 好 我們這邊選擇旋轉的參數 一樣好 從00點開始 我抓終點 為此你認定自己決定 OK 再來給我們的動作 選擇旋轉 一樣先選擇參數 好 再來選選 選選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功能變數不要選選 輸入R 按下Enter 移除物件 移除我們功能變數 OK Enter 好 我這邊直接關閉之後呢 做儲存 儲存變更 好 我使用I 插入我們的圖塊面板 這邊就會有個兩角器 好 我移出來一下 這邊呢 做點選 就可以插入我們的 兩角器 可以嗎 那它有線 這邊做拉 旋轉 R1重生 就會有角度 有人會問說 那這條線可不可以不要顯示 可以 我們再來這邊 按兩下 再回到我們的圖塊變形器 我們利用個特性 第一個 我先將它做成虛線 LT 載入我們的虛線 這邊輸入D 然後到選擇DOT 我選擇這個 點5 按它確定 OK 確定 我將線的形式呢 做置換 線型呢 改成點的形式 這第一個 然後我希望它在背景呢 是不會出現的 不要讓別人看見 我可以將顏色呢 選擇全彩的顏色 0 動員0 好 你可以選擇 選取顏色啦 然後切換到這個 全彩的夜間 這邊輸入0 0 0 全彩黑 它會跟背景色一樣 就好像我們上個範例 不是有背景色照 它會跟背景色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背景色 我這邊是使用黑色的 OK 好 這邊關閉呢 再來做儲存一次 OK 你就可以 就不會看到我們的背景色 離開之後呢 它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使用黑色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 把這兩手機呢 插入做使用 然後再點選 去做 旋轉 旋轉 旋轉之後呢 記得做RE重生 就可以 有角度了 那我可以再放幾個 這邊放幾個 OK 它就可以做變更 Un看一下角度 這裡呢 確認模型空間呢 再做一次設定 按下確定 RE重生就可以了 灰階的背景 顏色也可以把它關掉 按下右鍵 選擇選項 然後到我們的使用者 平號頁簽 這裡有個顯示功能 變數的背景 你可以打過取消呢 它就不會有背景色 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通常我會打開啦 方便我做辨識 以上呢 是我們的角度 標準的 標準形式的設定 跟我們的動態圖塊的操作 那具體指令呢 我會分享在論壇 有興趣你可以回論壇 做回文下載 好 我是蘋果爸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呢 對你的工作 或對你的學習有幫助 請你留言告訴我 那也請你幫我 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需要各位的支持 好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